9号公车 每15分钟开一班 12号公车 就是12分钟开一班 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先开一班 最少要经过几分钟两班公车 才会开一班 他这个题目的意思 因为你还小 所以我就多讲一下 就是15分的时候开一班 再15分钟 就是15分钟两个的时候 也就是说30分钟的意思 再开一班 15分钟的3 就是45分钟的时候再开一班 然后15分钟的4倍 这里60分钟的时候再开一班 那么12分钟是 12分钟的时候开一班 12分钟的两倍 在24分的时候开一班 再过12分钟就是36分的时候再开一班 意思是说有的时候现在是两个一起开 但是呢 再过12分钟的时候他会先开 再过3分钟他才会开 这样子的意思 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同时开出要过几分钟之后 他才可以开 如果说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是不是就要看15分跟12分的最小公倍数 15和12的最小公倍数 如果同学不会写 如果同学不会写我就这个地方就写给你看 15分之后 60分之后 60分之后好比说这个地方 这样子的意思是说 这个9号公车他就开了4班车 12号公车呢 他就开了5班车 这是第5班 这是第4班 这样有了解吗 60分之后